月牙一样美丽的海湾 丰富的水上娱乐活动 浓郁的热带风情 巴比亚每年都吸引着上千万 来自世界各地的朋友 前来休闲度假 光是沿岸沙滩的酒店 就有着上百家 为游客们提供了极为便利的旅游环境 不过很多人来到这里旅行 并不仅仅为了享受这些 他们选择了另外一种 特别的高强度的旅游方式 为了学习一种泰国独特的拳法 泰拳而来 编好了一头拳击棒 换上了一个泰拳训练裤 我现在准备就绪了 赶快找到我的泰拳教练张教练 好好感受一下泰拳的魅力 泰拳被誉为泰国的国术 是一种攻击力极强的格斗术 在世界搏击界非常火爆 练习者遍布全球 许多人甚至专程来到泰国 参加泰拳训练营 深入学习泰拳 为此泰国还推出了90天的 泰拳训练签证 而巴提亚更是依托着发达的旅游业 让泰拳训练成为了本地 重要的旅游产业之一 今天就让我们在这里 一边欣赏着巴提亚美妙的海景 一边感受着泰拳训练 带来的刺激 现在我已经热身结束了 是不是马上就可以对打了 等一下 先给你缠一个手 打拳能更好地发挥 这个就是在拳击手套内部 缠在自己的手掌上的 是 它能更好保护到你这个拳风 还有你这个手味 好 真的 现在我一个手已经缠完了 虽然缠得还挺紧的 你看我每一个指头上 好像现在都开始有点冲血的感觉 但是应该算是刚刚好 我握起来能感觉到比较强的包裹感 然后好像挺有支撑的 而且有更好的打击感 两个手现在都缠好了 在这个上面要戴上大的拳击手套 戴好了 我教你几个入门级的动作 好 快速入门 步伐 对 左脚在前 右脚在后 泰拳简单吗 看起来似乎一点都不难 因为除了基本的拳 肘 膝 腿 它没有其他固定的招式 首先就是步法和拳法 一 一 二 一 二 对 把手 哦 要一直护着脸 泰拳手法里面就是有一个 宁挨石拳 不挨一肘 然后接下来我们就练一下肘法 你要上步才能打到人 对 肘法的运用也是泰拳和许多格斗运动的区别之一 一 二 三 五 最后就是吸法和腿法 用全身 哦 但掌握了这些基本技法就算学会了泰拳吗 每日五公里 十公里的沙滩跑 登山跑 场馆内重复上千次的俯卧撑 跳绳举重 每天大量的基础训练是对泰拳学员们意志力的磨练 不仅赋予了他们强大的体能 更重要的是对于身心的重塑 这也是泰拳训练营吸引着众多游客前来体验的原因所在 跟着张教练练了几组入门动作 我这个全身倒是下 从头到脚全都是汗 不过你看我们这个场地其实是一个半露天的环境 一点空调都没有 只有一点点风向 这真的是太热了 平时就是在这种环境下锻炼吗 对 因为泰国它这个气候非常适合泰拳 训练中更容易活动开自己的身体 然后不容易受伤 对于减重也是一种很好的方法 既能学到正宗的泰式拳法 湿热的气候 又有助于帮助泰拳学员们 减脂刷汗 这也是泰国吸引着无数游客前来训练的优势所在 走 打靶也是泰拳训练里十分重要的环节 跟随着教练的口令 我需要立刻做出相应的动作 用尽全力击打在教练佩戴的护具上 打靶不仅要保持极高的专注度 对体力也是一个不小的考验 好累啊 谢谢教练 我现在已经结束了一个40分钟的小课 哇 这40分钟太漫长了 看我现在全身上下都已经湿透了 真的是觉得非常非常的解压 在这感受泰拳 哎呀 太运久 太值得了 今天呢 我的泰拳训练是结束了 不过这个拳关里面现在特别热闹 好多学员陆陆续续的到了 在这进行一个泰拳的训练 今晚刚好有个比赛 让你现场感受一下泰拳的氛围 哇 那太好了 今天晚上咱们就拳台见 现在呢 是晚上六点钟 今晚的拳击比赛是7点45分准时开打 教练推荐我一定要来拳击比赛场馆前面加油站 旁边的小吃单尝尝这里的特色凉拌海鲜 你看 我现在就已经到了 一桌子都是他们家特色和招牌 你看 打炸猪排居然也能凉拌 这个也很有特色 这是油炸的螃蟹 拌着他们家特色的凉拌汁 嗯 太酥了 里面根本吃不出任何一点蟹壳 嗯 越过这个加油站 后面这个蓝色的建筑 就是我们今天晚上要看泰拳比赛的拳馆 吃完晚饭呢 正好就进去看激烈的拳赛了 如果你来到这儿 在比赛之前还有一点空余的时间 也可以来这里尝一尝哦 嗯 距离今天泰拳比赛正式开始 时间是越来越近了 你看现在拳馆前面好多好多人啊 你看在这儿呢 好多都是跟我一样的游客 其中还有很多都是泰拳爱好者 大家都是被泰拳吸引而来 咱们一起进去看看 前赛马上就要开始了 一进到场馆之中我发现了 有客户的泰拳是真的热爱的 你看我身后都是这儿 作为国际的泰拳是泰国当地人最热衷的运动 每当有重大庆典 泰拳赛都是必备节目 常规的泰拳比赛日也吸引着许多当地人前来观看 今晚的泰拳比赛一共会有三场 每场比赛会持续三个回合 每回合三分钟 所以其实是在最短的时间内 然后你要打出你最漂亮的笑点 然后你一直要制射 尤其是今天我练完之后 我现在就觉得你也热血沸腾的 拜师舞是泰拳自古以来的传统习俗 也是每位选手在上场比赛时最重要的开场仪式 泰拳选手会先向教练膜拜 然后双膝跪地朝向自己的拳馆或者家的方向进行祈祷 之后拳手会环绕场地四周开始表演拳舞 这也是一种对于对手示威的过程 展示着自己的身形和精湛的拳技 就很具有仪式性的动作 同时呢既是传递泰拳的文化 也是鼓舞自己的士气 希望自己在接下来的比赛中能够发挥超长 现在整个场子里面都逐渐逐渐地安静下来 大家都跟我一样 贬气名神 咱们共同期待拳机开始 看上边泪潭站正在打的选择比赛 你们听到旁边这个音乐了吗 这是泰国绿色传统音乐 这个配合在一起面还是挺奇妙的 是不是前几回合不需要那么大的暴露实力啊 对 第一回合的话主要就是四胆 对 这些腿的话非常有力量 很威蜜 每个运动员在准备的时候 在这个角落处都会放一个盆 这个就是他们往上倒水的时候 水盛在这儿是吧 主要就是叫闷然后解渴 是的 放松 应该又鼓鼓头是又特别合理 对 红棒的技术还是会占优一些 不过的确 这个就是残暴 像拳击啊搏击就不能摟爆 只有泰拳可以摟爆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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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好激烈 我感觉我一分一秒都没办法把这个心放下来 一直都是悬在这儿 持续了三个回合的比赛 最终落下帷幕 两位选手都坚持到了比赛结束 靠着更胜一筹的实力 红棒获得了最后的胜利 今晚刺激的比赛终于结束 但现在我的心情啊还是久久不能平复 真的是太激烈了 来到了泰国 在现场看最正宗的泰拳比赛 真的是太不一样了 这种直面比赛的真实感 肾上腺素飙升的刺激感 真的让你觉得不虚此行 如果大家来到这儿 你也喜欢这种刺激 一定要过来看一看泰拳比赛 我们下期见